咖飘真 当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删掉了我视频里面所有的有关咖啡豆侧品的视频 包括所有的平台 这期视频呢 它的播放收藏量其实非常的高 而且一直都会有持续的新的观众来收藏观看 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什么要删掉这些侧品的视频 我相信频道里面有不少的观众 也是通过我们初期的咖啡的侧品的视频来认识我们的 那这期视频也帮助了不少的小伙伴去选择咖啡的产品 而上一次最最最最最近的一期咖啡的测评视频 我是在2021年的5月份拍的 距今也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我们从2022年之后的视频 除了上半年我在泰国旅居的这段时间 回国之后呢 我们的选题的方向 其实更偏向于咖啡的教程 咖啡生活以及探店这些类型 肯定有不少人会想 哎 为什么牛小咖这么久不做咖啡的测评的视频了 也有人催我们来做 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并不是因为我摸鱼啊 首先删掉这些视频是因为咖啡测评的视频 其实它的可参考的时效性比较短 最多一年 而我发现我之前所有的测评的视频 那现在还是每天都有人一直持续性的在点赞收藏观看 那这些视频都是两年前的视频的 众所周知咖啡它是农产品 而农产品的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味道不是一成不变的 去年的和今年的 同样的区域的咖啡果子收成了之后 它味道也不一样 后续的环节还有加工处理的烘焙的原材料的价格的差异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也都经历过在不同的时期买的同样的一包咖啡豆 要么是为它发生的比较大的变化 或者是价格涨了 其实有很多是这些不可控的变量因素 这就造成了我们之前的所有的测评视频 它失去了参考价值 可能就会对看我视频的观众产生误导 所以说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把这些视频删掉 虽然说这些视频的点赞观看收藏量都是非常高的 就比如在抖音平台 这条视频 它的点赞量就有1.5万 小红书的这篇咖啡豆的 它就有9000多的赞 8000多的收藏 B站的这条速容的咖啡测评 它的播放有65万 点赞就有1.5万 归下的这一期 归下的这一期其实 要不要思考一下 它要扣除我两个硬币 这一期是云南豆的测评 我记得我们真的是第一个横屏云南咖啡豆的一个播主 这是在2020年的6月13号 两年半的时间了 其实 这个应该是我们做的第一期的横屏测评的视频 它也有31.8万的播放量 而且它现在还每天都会有人在点赞 那说实话 这些视频删掉之后 我还是有一些不舍的 其实我们的每一期的视频 我都把它当成一个内容的产品来拍摄制作 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 我希望我的视频的传递的信息 它是相对正向的 有参考价值的 那像以前拍的一些咖啡制作的一些视频 我相信在5到10年内应该不会过时 除非咖啡的制作技术或者是设备有一个大的爆发式的突破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导览 这些咖啡制作的教程视频 失去了它的价值 我也会把它删掉 另外关于之后 我会不会再继续做这一块的选题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思考 我应该还是会做 可能我会做一些国外的大牌的烘焙商的味道价格相对稳定 至少在中长期 它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的那种 时效性会长一些 国内的咖啡的品牌商 我们之后就不再做测评 一是因为它参考的时效真的比较短 那另外呢 是因为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咖啡品牌 所以说也算是big嫌 那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还是依然希望做出来有趣的不一样的 以及有用的视频给大家 虽然说去年底我们做了自己的咖啡品牌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占据了我很大的一部分精力去做研发 品控 盯物流 以及售后 不过目前我们淘宝这块已经逐步的完善 之后也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内容的规划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那最后Coffice i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